大家好 我是施碧 大家好 我是老唐 大德有事 我临时来代打 我们最近讲的其实就是东南岛屿争夺战 那这一集老唐想要跟我们聊的是什么 我先替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施碧 我们公司是非常的年轻 像我这种年纪在我们公司算是老贼 所以他在我的心中 我的眼中 永远都是正妹嫩妹 OK 我们拉回来讲 我们岛屿争夺战连续讲了多集 那我们这集要拉到淮海战场 因为播出的时间点正好是杜玉明兵团 他在1948年11月30日撤离徐州 26万的大军滚滚的朝向永城前进 不料他们最后被包围在永城附近的陈冠砖 还有青冬级这一带 一直到了1949年的元月10日 杜玉明兵团附没 台湾现在还有一些陈冠砖战役的亲历者 我们今天会讲到两位伯伯 其中有一位他是第十军 也就是打衡阳保卫战第十军的后人 陆起东陆伯伯 他在16、7岁的时候 在徐州念中学 因缘附会也在大军里面 我们自己要从他的故事先讲起 而他也说 耶诞节就要到了 他要自费赠送20本泰山军 而这本是记录第十军的军史 对于陆伯伯的好意 我相信大家非常的乐意接受 感谢陆伯伯 那我们要怎么选出 这20位的幸运得主 我去查了一下 发现到这本书 泰山军一本大概要300多元 那要怎么样得到这些书 证书的办法 在我们节目的结尾 最后的3-5分钟的地方会说明 那顺便说一下呢 如果有结余的话 我们会用于春节探视 单身褪色的老兵 送点礼品 那所以呢 如果有想要 顺便做小儿捐助的玩友 也非常的欢迎 那这边先说他的风雪城光专 回到正面的战场上 陆伯伯应该也是当时常见的 流亡学生议员 陆伯伯他是在徐州念中学 他说 那个时候大家都不觉得徐州会失陷 一直到了1948年的9月底 竟然失守 大家才觉得说 徐州很危险 可能会失陷 那个时候呢 他的父亲 因为是在杜玉民下面做 类似像都长官 就是点椒设备 等等的这种工作 所以就像杜玉民要了一节的 货车的车厢 把家人还有亲戚送到南京 那要回来的时候 路段还有桥也被炸了 因此回不来 那他那个时候 为什么一个人会留在徐州 是因为他觉得 学校也要迁到苏州 所以想说 跟着学校一起走 一念之间 才有了这一段的经历 那在这个动荡的年代 和家人分离 应该会很害怕 不过还好有 就是老师跟同学在一起 对 这段呢我们要从 杜玉民他的策离开始 他是在11月30日策离徐州 我们看当时是2月1日的报纸 刊登的内容是前一天的进度 也就是11月30日 报纸的标题是写 徐州歼灭站正在展开 里面提到 以金浦路两侧 快河北岸为中心的徐半歼灭站 孙元良兵团南下 前锋越过离徐州大概 约30公里的朝村 向南挺进 所向披靡 这一天不到的时间 就走了30公里很快 为什么会被包围 从徐州撤出的时候 是以孙元良兵团 还有邱清泉兵团作为先行 分为两路 他们是朝向西南前进 紧接着徐州脚总 他的直属部队 还有李弥兵团跟在后面 最后才是非正规的战斗部队 那个时候 因为道路的交通不是很好 前锋部队比较没有会被阻塞的问题 可是后面陆续出城就不太妙 所以陆启东陆勃勃他讲 他那个时候跟着学校撤退 出城的时间是第二天的下午 也就是12月1号 算是比较后面 他看到徐州到永城的徐永公路 两路盘丢弃了不少抛弃的车辆 人车拥挤几乎都走不动 他走路走一天 第二天遇到了通八团 也就是通信第八团的本家驾驶 他也姓陆才坐上了十轮大卡跟着撤退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12月5日的报纸 那天他报导说 北上兵团蓄追败匪 也就是被击败的解放军 南下国军越过夹沟 这个夹沟是一个非常小的地面 我们看地图是金浦铁路的一个车站 就是在朝村这个位置稍微难一点点 距离很近 所以代表这几天过去了 其实南下的国军进展非常的有限 因为三个兵团 基本上全部都被围在城关庄这一带 南北大概就是不过5公里 东西差不多10公里 这样子的一个面积 于是杜一铭在六日召集里迷邱清泉 孙元良的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做 最早出徐州城的孙元良坚持组战说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邱清泉也赞成 李明不置可火 杜一铭最后宣布 各兵团的司令回去以后立刻的准备 六日晚间要分头突围 没想到回去之后 邱清泉还有李明下面的军事长都反对 有的甚至于说丢掉重武器 等于部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也有人组战说应该集中力量打出去 本来对突围就没有很有信心的杜一铭 他收到了邱清泉还有李明他们反应的声音 他动摇了 于是打电话给孙元良 可是孙元良早已经把电话线全部都切断 在六日晚间独自展开行动 因为没有事先沟通好 邱清泉兵团李明兵团 还开枪阻止他们越过警戒线 而前方又有华野的部队在主棋 一是变成两面挨打 有一万多人因为撑不过了 所以就退回了包围圈 整个孙元良兵团套一句杜一铭的话 是在浮里浮途之中形同瓦解 所以其他兵团看到这种情形 就只好继续的顾手 我这样经历的其实也不多 特别是徐磅会战 著名的陈冠庄战役 我很好奇电影跟电视剧 在演到这一段的都是那种风雪交架 没有凡齿 这是真的 因为出城的部队 一般而言 大家就是顶多 就是只能期待七天的粮食 可是有的 因为那个时候 撤退的非常的充满 有的人甚至于 只有带三天 甚至于都没有带 所以部队很快的就陷入了饥饿的情况 只能靠空头补给 杜一铭之后 又准备要突围 可是从12月18日开始 出现了风雪的天气 到了20日更是大雪 所以使得突围计划暂缓 而且甚至也都无法空头 陆伯伯说 他们在包围清内 没吃没喝 只能喝泥巴水 他算好运的 后来空头的时候 刚好有一大袋的粮食 落在他们卡车旁边 后来没有特别饿着 可是天寒地冻 你到那个荒野之中 凉淡凉雀 谁都能喝泥巴水 我跟你讲树都砍光了 为什么最后 连棺材板都挖出来做柴火 那个马皮都杀了 太惨了 另外东吴大学人社院 最近也出了一本书 是1949走过于再生 是一位老兵 严家德的口述历史 他是湖北早洋人 看战中末期 在吉星文的第三十七师 他说他那个在城管庄的时候 大家都只能在野外挖地洞 上面用雨衣来遮盖 挡住雨雪 没吃没喝也没得取暖 不过他说举头三尺有神明 后来也是一样 就是刚好有个降落伞 就是掉了一个麻布袋 里面专有罐头啊什么等等 所以他也还可以活着 我们那时候不对 你看城管庄 不能乱跑 但他还有抓饼 抓饼 不管你是什么人 抓饼 你来倒饼就倒饼 所以就在我们自己生活的范围里面 不够你看这个范围 没有饭吃 华野后来派民兵送来西饭等等 这些热腾腾的食物 一开始他们还拒绝 还开枪打死两个 对面的华野的兵 他们喊说 同志不要打了 同志不要打了 我给你们送两尺 最后还真的又有人挑来 像西饭啊 那种小米兽等等 最后把这些食物放下来以后 赶快掉头就走 这个场景太戏剧化了 感觉在大陆的爱国影集 作品才会出现 没想到台湾的老兵也会这样说 因为不吃一定会饿死 饿死了就没办法抵抗 所以严伯伯讲 到最后他们排斩 其实也都不管了 因为没有的吃 跑掉的人越来越多 最后呢 严伯伯他也过去吃 吃回来再打 也就是饭造吃 枪造开 真的假的 这个要看司令个人的态度 在淮宾 他的《徐帆会战》这本书里面提到 驻守地点在青龙级的黎米 知道鸡寒交迫的士兵逃完越来越多 他也只能说 愿意走的就让他们走 吃完以后再回来 不回来也算了 但是不要把枪给带走 他甚至于在探视第一线的士兵的时候 他说 我们知道你们非常的饿 如果挨不下去 就杀了我们 吃的好了 至于在陈宽砖的第二兵团 邱青犬他采取另外一种的模式 如果逃完的话被抓到就地掩埋 总之因为没有食物 而且从12月18日开始下雪 下到12月29日才放寝 虽然恢复空头 可是包围圈越来越小 那个时候运输机也不敢飞得太低 怕被打中 所以空头的食物其实有很多也受不到 所以饥饿的情形其实依然无解 大陆的说法是12月16日到1月5日 在发动新的攻势之前 总共有14000名的国军过去 平均一天有700个 是差不多就是一个加强营 人数加强也就是超过一个10 所以就手中有良心中不慌 手中无良天人难救 我们看国共内战 大大小小的战争 比如说小的像是永年围城 还有大的像太原保卫战 这些我们之前都有做过 其实都是围困 围到你没有吃的 最后才发动攻击 就30多万人在城关庄被围了40天 冰天雪地 只能靠空头 铁定没有办法持续 整个过程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向崩溃 孙岩良兵团在1948年12月6日突围失败 之后这中间都没有做其他的努力吗 最后的情形是怎么样 严家德伯伯他说他还记得1月10日那天的早晨 整个部队都溃散了 可是还有一座碉堡还在冒着火色 就掌军队嘛 人家都走了 都走了了 我们都在一个点 一个单位里面 他还在打 那国兰就在喊他 你看里面还有人在打 为什么要叫我去看来 但是他说你下面还有人在打 我就说掌军队 我说都跑掉了 共产党也来了 共产党也说 他说你出来吧 就你一个人在打了 你出来看看 你出来看看 就是都没有人了 他还背着宠袍 共产党也说 他离开 离开别的时间 他地下有多少纸 你要背多少 你就背抖住 他一看都没有人了 人都没有了 门子都是扛 他看看我 摔掉了 没办法了 到台湾来了以后 我们就在一块 虽然这对话有点 可是又让人家觉得有点效忠带累 有时候我们在看这些军事的时候 有的很容易用现在的角度去再看他们 如果设身处地 你我又会怎样 我总觉得基层有很多的故事 也是很有意思 那这也更反映出真实的情况 的确如此 会发生这种全军覆没的情形 最主要是12月6日 孙岩良兵团独自行动 没有成功 那之后呢 在1948年12月20日 就是杜玉明他准备在100架的军机掩护下 进行突围 不料呢却下起大雪 连续10天 其实等到雪停了 转眼也到了1949 1月3日这一天 蒋介石对杜玉明下的命令 要他在1月5日一定要突围 所以我们看到1月5日这一天的报纸 刊登了前一天的新闻 说蒋伟国在1月4日 搭飞机飞到了永城的上空 用无线电跟这些降临沟通 另外呢还特别对专甲兵指示机 报纸那个时候还说 根据赵团长的报告 我均士气高昂 暴定必胜的信念 可是事实上呢 杜玉明认为突围不可能成功 所以 延月5日那天 两档不足 作为理由 把时间往后拖 在报纸上都没有提到 杜玉明等高级降临的这些大名 只有提到一位赵团长 对 这位赵团长其实就是 我们以前提过 福口事件的赵志华 总之呢 杜玉明在5日没有行动 蒋介石后来又通知他说 我准许在头两三日 务必一定要实施突围 于是杜玉明把第三次 也是最后一次的突围时间定在1月9日 可是呢 华野处于他的动作 却比杜玉明还快了一步 因为他在1月2日的凌晨 就是24时 华野司令部呢 下发了总攻命令 把围攻的部队分为东南北三个集团 动员了十多个重队 其中东集团还有南集团 主要是针对青龙级的里米兵团 部署好之后 1月6日下午 华野先炮轰30分钟 然后各个部队开始展开突击 里米兵团他的司令部是在青龙级 在7日的晚间被突破 这个是最出乎杜玉明意料之外 看这个部署主要目标是锁定里米 但这战场瞬息万变 计划感不上变化 炮火真的有这么猛吗 其实严加德伯伯讲 1月6日开始发起的攻击 虽然也有一些炮弹落在包围圈之内 可是因为大家都躲在地洞下 因此没有打死多少人 可是因为没有吃的 大家都没有精神 所以士气非常的低落 另外呢 也在包围圈内的陆启东伯伯讲 其实他的说法也类似 一夜里头那个枪炮声是一夜不停的 每天一夜里 你可以看到那个闪光 一夜的炮声不断 大家就照睡觉 突然这一天夜里头 四周枪声没有了 大家这个时候就醒掉了 炮声隆隆的时候反而睡着觉 枪声沉积以后 大家醒了 那天晚上有月亮 没有下雪 也没有下雨 大家醒了一看 傻掉了 战斗部队全不见了 只剩下中间这个东信部队 一些车辆跟人员 大家所有的人集中在两部卡车上面 向后转 开回徐州 夜里头大概两三点钟 然后连着公路开 徐州都在公路上没有断 通行无阻 他的好工应该是在前面左右 而不是在后面 公路两旁啊 就是共军的激情军 他不理我们 我们不理他 他因为这是自己的部队 因为什么 他们用的车子也是十轮大可 也是俘虏国军的 天亮真是不巧 南京的飞机来轰炸 因为那个汽车目标太平显 大家就说了受散 所以这意思是突然散掉 是这一天晚上 其实就是元月九日的晚间 十日凌晨过后的这一段时间 因为呢 里米兵团司令部呢 是在七日被突破 八日基本垮掉 杜育铭看到局势恶化的更快 要求蒋介石派空军轰炸 掩护突围 尽管第二天是一月九日 国军的空军开始对华野 还有这些其他的地面部队开始进行轰炸 有的甚至还据说还释放了毒气 可是溃散的情形已经出现 连邱青泉第二兵团也告急 黄昏的时候呢 杜育铭还有邱青泉 离开了城关砖 去了第二兵团 第五军驻房的城砖 在最后的阶段呢 对于何时突围啊 这个时候还是跟一月五日 一月六日的情形是一样 杜育铭跟他下面的这些降临呢 观点其实看法是有不同 杜育铭认为必须要等到十日的白天 在空军的掩护下才能行动 邱青泉 李明还有第五军的军长熊孝山 认为必须要趁一夜快突围 没办法 于是杜育铭给蒋介石拍了最后一封的电报 他说各部队已混乱 无法维持到明天 只有当晚分头突围 然后下定焚烧所有的重要的档案啊文件等等 集合战车直属部队开始突围 最后他被俘虏 看过老谈这个频道的朋友啊 大家都会知道就是孙元良早在12月6日就已经先突围了 杜育铭被俘虏 黄百涛自禁 李明化妆逃出 那这一段又是什么样 这段故事其实几乎都可以独自成为一集 我们这一集呢只以杜育铭来讲 他是在1948年12月25日 杜育铭他被列为43名的战争罪犯 因为那个时候中共公布了 他在元月10日被俘呢 是唯一就是具有战犯还有战俘专成分的人 1959年12月4日他才获得特赦 杜育铭被俘的时候呢 他的夫人曹秀卿 那个时候在上海曾经去过南京总统府 哭诉说我的丈夫身体有病 你要他突围 他走不动 那不就是要他的命吗 那个时候呢 一些小报还看载说曹秀卿大闹总统府 之后呢蒋介石就是要曹秀卿带着家人到台湾 可是他生活辛苦 因为不是一般的小职员 那我以前听过一个老兵 他是中校他提过 他说在台湾的时候杜育铭的救赎 曾经有聚餐过 这些占领期的有捐钱给杜育铭的夫人 那他们是校级军官 并没有捐钱 那总之后来曹秀卿的女婿是杨振宁 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 所以情况开始有了改变 因为曹秀卿说他愿意影响杨振宁来到台湾 老奖那个时候也想要造原子弹 所以蒋介石同意了 就让他到美国去 到了1963年的时候 曹秀卿回到了大陆 风雪城观庄这段历史 让人有点不胜唏嘘 觉得当时整个指挥系统有很多的问题 别说是有共谍 总感觉每一个决定都慢了一步 讲到这边 不知道老谭怎么看徐邦会战 或是城光庄战役 对于徐邦会战这一段 其实检讨的非常的多 因为他的实行点是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 到1949年的1月10日结束 一共是66天的时间 他又分为三个阶段 分别是碾庄战役、酸堆极战役 还有最后的城光庄战役 他可以彼此独立来看 又可以互相联系 那总的来说 国军最精锐的部队 几乎全部都覆灭 检讨的原因 不外就是像我们刚提到的 风雪梭、蒋介石的维超梭 很多人说他是维超大师 还有贵戏白冲喜 在关键的时刻拒绝出兵 要不然就是怪罪说 徐州缴总的总司令刘智 那个时候实际上 在整个来讲是刘智指挥不当 等到杜鲁明去的时候 这个情况已经很糟了 黄北桃兵团向徐州撤退的时候 过于吃严 那或者也有人提到 就是第一阶段的碾砖战役 属于西北军系统的 詹克侠和季峰倒戈 才导致黄白桃明拜制裁 那另外也有人提到说 比如说像防围第12兵团 如果不越过快河 就不会再酸堆集覆没 总之呢 我们也没办法找到更伟大的观点 真的 各种说法其实是眼花缭乱 我相信70多年 应该研究的观点都要提出来了 不过我们这一集一开始就提到 在包围团里面的老兵 他们是怎么看 毕竟有过这一段的经历 多少有些发言权 杜启东伯伯他是认为 杜鱼明其实应该要 早一点下定决心突围 至少还可以保住一部分的部队 那至于像是 西北军出生的严家的严伯伯 他的看法会比较特殊一点 他说他认为白虫喜要负一定的责任 另外邱青拳也要负责 因为他打过抗战 多年的战产经验 所以才会让他有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看法 也才会有了他的这本生命史的口述 那有兴趣的朋友 其实可以找来看一看 因为才发行不久 我也很好奇 经历过风雪城光庄的 他们在1949年1月10号之后 是怎么来到台湾的 陆伯伯讲 然后我就从中山路走路回到家里 我父亲在南京找了一个走江湖的人 他说你能不能到徐州去一趟 找我的儿子 然后他就到了徐州 按地址找到了我 然后三个大人 我一个小孩 我们沿着京浦铁路走到南京 果然就呼应了我们之前提到天选之人 那耶加德卑卑他是怎么来的 他说1月10日的清晨 整个部队都溃散了 他和团长还有团长的传令兵 几个人挤在一间的屋子内 外面的寡野的士兵在那边吹哨 喊说放下武器又带俘虏 类似这种 传令兵出去看了一下 说外面的八路来了 团长接着也出去看了 走进屋子把武器给丢了 然后说出去吧 不出去也没有办法了 于是他们全部就变成俘虏 接下来他们被询问说要不要留下来 基本上解放军只要兵 不要中下级的军官 所以因为他那个时候他是排长 他在三天之后被放走 那大家就各走各的 他们经过棒部 遇到了抓兵的国军 所以他又被抓 基本上就是这个部队抓了 之后又换 这一路抓抓放放 走了二十多天 才到了长江的北岸 就是南京的浦口 他们没有条子过不了江 于是他在这个地方 找了一支部队加入 是第二十八军 第八十十 军长是李良荣 之后呢 这段又都是另外一段的故事 总之呢 严家的伯伯他的这段历史 其实是相当精彩 可以找来看看 既然讲到出书 我们这一集就接近尾声了 那要怎么送出 我们前面这个三乡正神 泰山君 陆启东被备要自费 送大家二十本 那圣诞节已经进了 陆启东陆伯伯他要送 这二十本呢 我们取得他的同意 就是希望说送书 又能够结合公益 所以呢 我们拟定的办法是 第一 想要所书的朋友 请各位自行要负担邮递费用 因为这边我们一定要先讲的 就是必须要先透过超级爱心 小额赞助一百元起 为什么是一百元起呢 因为平台会只先抽走三成 所以只剩下七十元 刚好是用来付邮递费用 那像有的物流快递呢 是全台一口加八十元 那这个没关系 这个差十块 所以呢 我们只剩于台湾还有里岛地区 海外的朋友呢 我们只能先说抱歉 第二是呢 只要斗内是一百元整 或者是超过的 我们会送给这位朋友一个编号 如果人数刚刚好 那就人人有讲 如果是超过的话 那我们会公开抽签 而且是录影存证 第三点是 因为邮递需要一些时间 再加上下一集是在12月9日播出 录影后置也需要时间 所以想要泰山君这本书的朋友 必须在12月6日5月12点之前 进行小额赞助 超过的时间 我们就只能视同此在做公益 如果有人只想要赞助 而放弃了所书的权利 也麻烦在下面留言的时候 说一下 纯公益 第四点是 我们过去做这个频道 也访问过的一些单身老兵 或者说住在单身褪色的老兵 所以这次的斗内的金额 扣除了邮寄的费用 如果还有结余的话 也会在年前找一些时间 去至少探访 两三处的单身褪色的老兵 可以资争一些纯洁的礼品 我来整理一下老坛的意思 这个小额赞助不到100元的 我们就当说是做公益 超过100元的 在12月6日5月12点之前 才有资格抽奖 如果没有抽动的 也没有关系 整个斗内的结余 都会用在单身老兵身上 斗内的钱也会用在老兵 杯杯们身上 都是非常有意义跟价值的 对没有错 我这边还是要说 我们可能到时候的这些礼品 可能就是买一些营养品那种冲泡的 对他们也会比较方便 这大概也是老坛做129集 第一次提到斗内 原本他是想说 要不要完全免油资 不过这个频道的收益 其实连整个后制的成本 都还没有打平 所以只好请想要这一本 泰山君的观众朋友自行 来负担这个邮递的费用 我们这边还是要声明 我们做这一集 提到与两位伯伯有关的书 真的是完全没有自如 好的这一集 我们就借着这个泰山君为引 回到了国共正面战场上 最为知名的陈光庄战役 老兵杯杯们现身说法 又帮助了我们填补了些许的 这个战争的片段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谈兵读物 新闻与历史的汇流处 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 只取一条影 结合军事 历史跟人文的节目 除了在YouTube上可以观看之外 在底下留言交流 也可以透过Podcast来收听 欢迎听众到Apple Podcast 给我们留言 以及五颗星的评价 再次谢谢老谭 谢谢大家 谢谢斯璧 我们下次见 拜拜